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收看《命好玩》 大家好我是何杜林 我是郭静淳 我们把下周好乐的运势报告给大家 好 现在关心1月12号到18号的运势 来欢迎我们的命好玩 欢迎黄优福老师 老師好 接下來歡迎李玉佩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艾菲老師 大家好 來來來 歡迎我們幾位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的媒體人Yuki 哈囉 大家好 祝大家都可以發大財 好的 接下來歡迎廖美然老師 老師好 天天開心 天天豪運 接下來歡迎Amy 哈囉 大家好 要大家一起發大財 真的 今天要聊的是求財的方法 白白總結 其實我們節目都在講求財 對 大家也聽很多種 然後也會請來賓來分享 可是重要的 就聽了這麼多 要有行動力 也是 你就要去試看看 而且要有信心的去試 不過話再說回來 要有行動力的前提 是你真的跌到了谷底 就是說這個財運 真的是極度的不好了 你就要想 來去拜個什麼神明 來幫助自己的財運更好 當然我們沒有在谷底 我們也希望發大財 我知道你的心願 來 首先講到 Amy 沒關係就由我這個谷底過的來講吧 對 你真的是什麼翻到谷底 然後你後來是拜武財神廟 對 因為其實呢 我們之前F4的時候 我一路都還滿順遂的 女F4 因為其實來講 那個時候其實順遂的時候啊 其實每個月都賺了好幾十萬 但那個時候遇到一個很不好的男人 你知道女人遇到感情是很盲目的 然後我一個月 但是好 這是你第一個男朋友嗎 當然不是啦 我的行情沒那麼差 是 所以就是說 也不是說沒有經驗喔 對 還是一樣笨 那就是說在他事業最好最巔峰的那段時間 對 遇到了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 什麼樣的一個男人 就是他們 他的那個所有的東西 包含3C電腦啊 都是我在花錢買的 然後還有所有的 包含他的身高比較高 等一下 等一下 是人家開口跟你要 還是你自己雞搏說 喔 少一台電腦啊 好 那我去準備 一開始是他沒有開口我就做 但是後面我養成習慣 他會主動開口來給我咬 等一下 我要問喔 通常是 他絕對是妳的天菜才會這樣做對不對 Oh my God 當然啦 傻女孩 這一道料理 這道菜有多好 形容一下 其實就是 就我眼睛那時候醋啦 因為我帶出去大家都說不好看 只有我自己覺得好看 妳剛剛講 他一百八十七 然後比我大兩歲而已 然後呢 就是很獨立的一個男生 然後也都是靠自己那種 很早時候就出去打工 因為我跟你講 聽起來很好啊 對 有上進心的男生 我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 特別比如說看到那種 跳舞跳很帥的啊 或者是事業做很成功的那種 我就會很主動貼上去 就是很努力的 然後可以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很有上進心這種 沒有 那妳為什麼會好好一個人 把人家就是 好叫拔到壞叫 沒有 最重要的是 它有吸引我一個最致命的點 它跟我初戀長得很像 你知道妳初戀嗎 難忘嗎 然後 那我就想說那個時候 一開始是算我倒追 我倒追她 所以她是舞蹈員 她不是 她也是電腦 賣電腦的 3C的那種業務 然後呢 那她其實那個時候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我都只是說 OK沒關係 那我知道妳少什麼 然後還有就是時間到 我就送吃的過去啊 然後你知道 妳那時候正紅 正忙的時候 妳還有時間送吃的給妳 開玩笑那個中餐 我當然會 對 愛的時候什麼都擠得出來 真的 在女F4之前就跟她在一起 那女F4之後因為收入更多了 反而就更寵冠她了 更寵冠她了之後 從原本沒有負債的 到最後買車 就真的我連車子也有買 然後還有最基本就是定做 然後還有就是她電腦的用品 然後還有那時候她在當兵的時候 然後她甚至於她的親戚跟我講說 因為她在當兵身上沒有錢 叫我要顧她 所以她只要是肯清慧 我一定不排通告一定到 妳肯清慧在哪裡 而且一定留錢在身上 她新兵在哪裡 她那時候是在烏日那時候 我就有去了 在中部耶 對啊 不進耶 而且我開車啊 那時候已經是女明星了喔 而且我開車啊 我都這樣子跑來跑去 後來是還好她下部隊在淡水 但是那個時候就傻傻的 結果想說淡水很近嘛 騎個淡水就去 就從台北市東去 真的騎摩托車 騎到那個淡水那邊去 然後負債 妳都女兒子 真的喔 妳小男朋友 好難聽喔 沒辦法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很傻 我也感情真的付出很多 然後結果離開 跟她分手那個時候 我大概就是因為她出軌 出軌我一開始還原諒她 出軌的三次 第三次我才堅決分手 然後第三次的時候 因為她跟我講說 她還要跟對方保持聯絡 但那時候我分手了之後 我才發現到我的卡債 再加上我所有的負債 還有個人信貸 全部加起來 差不多快一百萬 都是花在這個男人身上 對幾乎都是花在她的身上 就負債快一百萬 因為那時候信用卡很好請 欠債的時間 我還沒有還完的時候 我就離開了F4了 離開女F4了之後呢 其實那時候我剛好 人需要休息 因為我假裝先抗禁 然後又沒有工作 整個人進入一個 很恐慌的時候 我那時候幾乎就是 每天把自己封在家裡面 然後但妳上誕一直來 沒有辦法吹腳一直來 然後我最後甚至有一陣子 我都是靠吃白吐司過日子 而且圍期快一個月 就三餐真的只吃白吐司 像欠一百萬 每個月最少要還多少 那時候沒有 沒有 那時候我還躲 那時候我還躲 還沒有協商 而且一百萬是 對 我就是那時候不懂 然後我是一直到近幾年 我真的是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真的躲了差不多快十年有 我真的躲了快十年 逃避了十年 對 逃避了十年 是前面幾年剛剛好 這時候就要講到我財運就回來了 因為那個時候啊 我們經紀人 他去了一個財神廟 在那個明泉大橋旁邊那一條 叫什麼 路我忘記了 對 福音樂 很有名一個武財神 那他會去拜是因為呢 就是他拍那個 牡丹花開製作人介紹他 去了之後啊 他那天剛剛好就拔樓主 結果 才能升官官能升財 所以古時候的有錢人啊 都要結交官府 他為什麼要結交官府 他保護他的財嘛 你有錢 你還要有人要保護你 才能夠保護得長長久久 不會說中毒被人家搶去了 這個路就是官路 所以有財路公 就是要錢財要保護 好 那麼這個看哪裡呢 就是看耳朵 很有名一個武財神 那他會去拜是因為呢 就是他拍那個 牡丹花開製作人介紹他 去了之後啊 他那天剛剛好就拔樓主 結果我經紀人打敗了 蕭敬騰的經紀人 蕭敬騰經紀人是連三屆的爐主喔 我的經紀人贏了他喔 然後呢贏了他的之後 對 摟住 對 當摟住 然後那個時候是 我經紀人一直跟我講說 我要去拜 因為我的腰一直很不好 我的運真的很不OK 因為我在前面那段期間喔 我還去 泰國師傅會不會來台灣 所以我背後還有刺經文 我還有鑽石符文 人做的都做的 對 然後上山虎 五條經文 九尾符文 然後我還有拜師印跟壁虎 我現在背上都有啊 妳後面還看得到肉 看得到 看得到腰身 然後因為 其實會去刺好 表示那個心情已經到了 谷底了 谷底 而且有決心了吧 就是說 我相信妳 希望妳能夠賜給我力量 但是我那時候真的是 很空 很空到以外就是 已經開始有人群恐慌症了 我走出去西門町不到五分鐘 我就哭 只要一個人 我就會哭 因為我覺得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沒有人在乎我這樣 就整個人已經進入到那個階段 整個連自信都沒有了 後來是經紀人把我帶去武財神拜拜 然後那時候他補到樓柱 是補到豪德爺的樓柱 然後那個產生 豪德爺 就是武財神的其中一尊是豪德爺 然後補到豪德爺的樓柱之後 有豪德爺帶著我們一起慢慢的起來 也認識了 這期間多長的時間 大概差不多一年左右而已 然後一年左右我就學習著 去面對 去協商 因為我拜泰國的也沒有用 然後我還去日本拜了福建道河神社 拜狐狸 都沒有用 因為演藝圈我們就是魅力 然後跟我們的那個財運 魅力跟財運很有關係 怎麼拜就是沒有用 整個最後說 我的人生不會就是只有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要這樣子不能起來了 後來因為豪德爺的關係 就財運整個都忘起來了 而且我永遠忘不了 我拜豪德爺的第一個晚上 就夢到豪德爺 他下來說 我知道你真的很辛苦 我現在要賜你金銀財寶 你雙手奉好 我要把寶盆通通都給你 我就讓你苦到這個時候就好 你就聽著我去做 等一下 這段太棒了 你在夢中 對 你夢到一個什麼畫面 就是我在一個山水 山水的畫面 山水之間 神明是在雲上面 然後我是跪在那個河邊 然後我就雙手這樣奉著 我就這樣奉著 很誠心的奉著 然後豪德爺就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然後你這一輩子就是 勞碌命 什麼都要靠自己 那你也苦夠了 我把寶盆賜給你 然後他就一個元寶 很大的元寶 然後裡面裝很多金銀財寶 他說你就把它收好 你的運就要慢慢來了 然後我就帶著這樣下來 他就賜給你 對 賜給我之後我就抱進來了 抱進來之後 很重要 你這樣 沒有很重 可是他整個是融入我身體裡面 你知道嗎 對 當下是整個人感覺是有光芒的 就會有 原來整個人其實是很空虛的 當然 那這個時候就滿滿的金銀財寶 融到自己的身體 抱是不是因為我自己見錢眼開 然後也是 誰不見錢眼開 對 其實說財富也包含了 那個很多的愛跟自信 因為很慈悲啊 那個財神爺真的豪德爺很慈悲 然後帶著笑容跟我講說 我真的很辛苦了 然後就把那財寶給我的之後 我隔天醒來整個人是好很多的 然後接下來就聽我經紀人講說 去拜拜要準備什麼 像他說因為豪德爺他們是山東人 所以要拜高粱酒 等一下喔 豪德爺是本身這一個武財神廟的主神 其中一尊 只是其中一尊 因為武財神有五尊 對 那妳說妳那時候 妳說要準備什麼去拜呢 就準備高粱酒 因為那個豪德爺他們是山東人 山東那邊的 然後就要準備高粱酒 然後蘋果西打 這個是之前有老師教過是招貴人 然後還有拜養樂多 但是養樂多很特別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經紀人體質比較特殊 他說他有夢到好的也說他要喝養樂多 所以以後我跟妳講 我們只要去那個財神廟裡面 只要看到那個貢盤裡面 只要有放養樂多的一定都我們家的人 所以不一定每個人是一樣的 沒有 就只有我們家會擺那個養樂多五瓶這樣子 然後看到高粱酒 對 看到高粱酒 蘋果西打 然後還有那個養樂多就是我來了 懂了 所以妳後來開運之後 整個工作也就順了 對 整個工作也就順了 而且我還遇到田獨元帥 收我作為藝女 對 因為田獨元帥是我們的演藝之神 然後幫我把演藝之路整個開拓開來 所以我的最大的貴人還是我的經紀人 因為他帶我拜對人 那妳後來演藝工作現在都有哪些 有啊 現在包含像我那個時候 一開始拜完好的也 我就接了直播的一個秀 他一個月有六位數進帳 一個月是六位數 然後是固定的 而且還沒有什麼業績壓力 還持續做了將近快六個月 光是還不抽成 這樣快就把當初欠的錢都還了 對 然後 是供養養樂多的這位經紀人 不抽成 對 是他不抽成 不抽成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跟著他啦 對啊 就來做功德的 對 我是 他真的是來做功德 因為他真的很疼我們 他也是夢中受到感到說 妳要去救一名苦難的女子 叫做葉婷娟 然後妳就可以改運這樣 對 然後後來呢 大家共體時間 真的 然後在接觸廖老師幫我改名字了之後 我就去廈門大陸接到電影 還拍了一部電影 然後呢 在接觸到我的田都元帥爸爸了之後有沒有 我還接了那個秀場的主持棒 對 我就這樣一路開始順順的起來 當然也有那個自在觀音的那個媽媽幫我 就是把運整個全部都 兩個就怎麼都打開來 所以多虧了我的經紀人啦 這時候要多講他好話 他帶我敗對了 真的是他才好 對啦 演藝圈很需要貴人 這個這個 有時候拉我們一把 給我們一個方向 很重要 所以 把債還完了 現在開始有一些存款了 工作也順順的 是 人也充滿了自信 很好啊 而且我接下來要發一批了 哇 哇 這個要想清楚喔 我唱歌是難聽的 不要這樣子 我現在唱過很多活動 這個我相信就是神明也會幫忙 也對 好 來請教游夫老師 老師幫我們看看哪些手面相的人 特別會得到這個財神爺的眷顧 好 我們要得到財神爺的眷顧 就是你的長相他喜歡 就是你長得他喜歡你 越看越順眼 越喜歡 他當然才會把錢財送給你 所以我們如果說長得美 長得帥固然好 財神爺喜歡你 更重要你的長相 好 那我這四個長相 就是財神爺 越看越喜歡的 那當然他就眷顧你了 好 我們看一下四項這個特色 第一項叫財博宮 就是我們直接臉上 就有一個財博宮 就是指鼻子 表示你能夠得到很多的錢 那財博宮要怎麼樣 鼻準要風有助 就中間準要有助 那旁邊藍亭 藍亭就是藍臺亭位 就是我們左右邊的鼻翼的意思 這邊叫藍臺 這邊叫亭位 那兩邊是不同名字 對 左邊是藍臺 右邊亭位 藍臺亭位 古時候認為那是要站在上面 再往上的意思 笔準最高 旁邊站著的地方 好 橫行就是要張開的意思 那準呢是賺錢的能力 旁邊張開呢是存錢的能力 兩個合在一起 就表示你很有錢 就是說這個我們用鼻子來看財博宮 所以你如果鼻子長得好 財神爺當然越看你越順眼 越喜歡你 才找得到你嘛 你說鼻子太小 尖尖沒肉的 財神爺一直找找找 暈暈中生找不到你 你在哪裡 要送錢來都不知道 所以你還鼻子長得好 財神爺一眼就看到是你了 錢財就送過來 好這下第二項 第二項我們稱為叫財源宮 紫薇斗數來講 它叫做財庫之心 它的理財呢 是屬於比較保守型的 它手邊如果有現金的話 心情就特別的嗨 它如果手邊現金不足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憂心忡忡 我做命的人 他抱持的是 人生以保守投資為能 好這下第二項 第二項我們稱為叫財源宮 就錢財的來源 多方進財 它左手來右手來 到處都有錢都能夠進來 我們稱為叫財源宮 財源宮是哪裡呢 看眼睛 眼睛要長而秀 表示你冷靜 做事情都非常的細心 然後目光炯炯 目光炯炯那個就是 所謂的財源不斷 源源而來 你錢財當然要多了 所以眼睛要長得好 再下去第三項 第三項呢 我們稱為叫做財路宮 什麼叫財路宮呢 就是我們知道 財能生官官能生財 所以古時候的有錢人 都要結交官府 他為什麼要結交官府 他保護他的財嘛 你有錢 你還要有人要保護你 才能夠保護得長長久久 不會說中毒被人家搶去了 這個路就是官路 所以財路宮 就是要錢財要保護 好 那麼這個看哪裡呢 就是看耳朵 耳朵要大而貼 大然後往後貼 盡量不要張開 張開的錢財好像比較守不住了 然後諸厚朝海 就是眼珠 不是對不起 耳朵 耳朵要大一點 通常大的標準就是 佔你自己的耳朵有四分之一 就差不多夠了 五分之一還多可以 那如果三分之一 那倒是彌勒佛 一般大概五分之一就夠了 就是我們耳朵 佔整個耳朵的比例 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就是耳朵很大 而且很圓圓的 朝海就朝上嘴巴 就是略的往前的意思 把錢能夠攔起來 收得住的意思 如果說你耳朵長得好 那他為耳朵長得好 為什麼又有保護的意思呢 倒過來為什麼叫財路工呢 就是耳朵長得好的人 他做事情比較有恆心 或者說比較不會急躁 做事情比較安穩 那錢財這種事情呢 他就是我們講財神業 財神業就不喜歡急急躁躁 匆匆忙忙的人 你做事情安安穩穩的 財神業非常喜歡你 所以你耳朵大 他喜歡你 好 最後還有一項 最後一項呢 你有錢一定要注意 要享福工 我看很多人有錢 最後那錢都到哪裡去 守財奴啊 那錢財都給子孫去拜光 或者交到壞男人壞女人 給他們去用光 自己什麼都沒有 那你看什麼意思 你財神業眷顧你 表示你有錢 自己還要想福才對嘛 自己吃自己用啊 所以這時候我們看哪裡 看嘴巴 嘴巴就表示你有了錢 還有自己享福 能吃能喝 還包括幸 都是在用嘴巴來看嘛 所以嘴巴長得好 唇紅齒白 口型方正 有了錢還有自己享受 這才是完全能夠 第一次呢我就是在屏東的一間媽祖廟 我就發現到了一個 哇這個實在是我目前看過 在所謂的求財跟守財 防漏財方面是一個很厲害的小 好棒喔 我們一般都講很多廟 我們都講台北嘛 對 我們現在講這個是屏東 南部的朋友要注意了 對… 我就發現到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 招財防漏財的存折套 對 它背部是長這樣 這是廟裡面 加持的 對 那一般我們都是想說 要招財進來嗎 可是呢 我們有賺錢了沒有錯 可是呢 我們還要把錢能夠守得住 守住 對 所以它就是特別做了這樣的一個 招財防漏財的存折套之外 它中間還有一個讓你滾錢的什麼 錢母 對 那因為呢 我就是特別下去採訪的時候 就發現到說 它這個是真的有特別經過加持的 就是呢 你可以看得到它就是 存折套跟錢母 會入所謂的這個七星鎮裡面 那旁邊會點七星油燈之外 它在這個油燈的下面 都有一張七星符 就是呢 它是公請北斗七星的這個燈神下來 去做鎮守之外 那我們說呢 那個虎爺啊 就是有一隻是天虎 有一隻是地虎 虎爺有另外一個功用 就是象徵可以把錢財咬進來 那我用了這個存折套 我覺得有個地方 我覺得自己感覺滿深刻的體驗 就是呢 平常啊 譬如說 財來財去 我會守不住 對 可是我後來用了這存折套之後 我就發現到說 好像就是 它會讓你把錢 keep住在那裡 譬如說 你這個月 該有這樣的錢 它不會讓你花掉 那可能呢 我這個月 我可能家裡面的東西壞了 我就花了幾萬塊 花掉了這筆錢 可是馬上隔沒幾天 你就會透過朋友的介紹啦 就會有人說 欸有什麼case啊 可以外場主持啊 或是可以上通告 這個財源就會再進來 對 你看 感覺有安全感有沒有 對 就可以讓我的錢 還可以守得住 還可以賺得進來 那我有一次的經驗室呢 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想要找我去做外場主持 可是那一陣子剛好 我的聲音不是很好 因為感冒嘛 就講幾句話 就一直咳嗽 所以後來我考慮了很久 我就把我這個主持的case 我就pass給我另外一個朋友 對 那對我而言 我當然會覺得說 少一條啊 少了一筆收入這樣 好心疼 對啊 然後可是我又覺得 我不想對不起我朋友 因為我如果狀況不好 我表現得不好 我覺得這樣也不對 對 那可是我因為基於說 那個朋友是我好朋友的立場 所以呢 我雖然pass我另外一個主持人給他 可是現場我還是過去幫忙他 好周到喔 就等於我就是好像變成 像經紀人的角色這樣 對 結果在去主持的前一晚 我也做了一個夢 只是我的夢境 沒有像那個Amy這麼的優美 有財神什麼的 我是夢到我踩到了狗屎 那叫踩到黃金 踩到黃金應該是好的對不對 可是我在夢裡面啊 我就把那個狗屎 我就把它剝掉了 意思是說 我把我自己該賺的錢 我把它剝掉了 可是呢 我有這樣的一個 防漏財的純摺套嘛 所以呢 這是我意想不到的 後來那天我那個主持人 去主持的時候 我就去幫忙 結果整場幫忙完了之後啊 我那個朋友啊 另外又包了一個紅包給我 所以我等於我那天是多賺的 所以原本應該是要給我賺的 我推掉了嘛 因為踩到狗屎把它剝掉了 可是呢 想不到我去幫忙之後 又給了我一筆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純摺套 給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它不會讓你少賺多少 至少會讓你keep住 不會讓你的錢財一直漏掉這樣 可是Yuki我覺得 我覺得是因為你做人夠周到跟圓滿 你會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人都不舒服了 你還願意來現場協助大家 幫忙大家 就很夠意思 好口碑 這個也是喔 我覺得現在的人所欠缺的 現在人我覺得大部分來說 都是比較自私的 都很怕自己多做事 都很不願意付出 只想要得到別人的這個給予 那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每個人都很願意多做一點點 人間多一點溫暖 多一點人情味 我覺得大家都很開心啊 無極打A坦嘛 對不對 說你家連小孩的畫 都有人要買 對 好優秀 我應該是有可能問說 你這個媽也開財運開的 你的小孩都很賺 都可以拿出來賣 都賣得掉 太厲害了 而且這個是我用了純摺套之後 才有的現象喔 就我小孩很會畫畫沒錯 可是因為其實他現在 才國小五年級 那其實他是很有畫畫的天分 那有時候我會PO他的畫在那個FB上面嘛 那有一些朋友就會說 啊畫得很好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就有一天呢 就有一個朋友私底下就賴我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我女兒的畫 就是讓他非常的有感覺 他覺得要我鼓勵我女兒好好的畫下去這樣子 對那因為他就有說他想要收藏這幅畫 那我就覺得說 哇這麼小 我女兒都還不是什麼有名的畫家 就要把它畫給人家收藏嘛 那後來呢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鼓起勇氣問問看他 願不願意收藏 其實我自己有開了一個 蠻低的數字這樣子 你開多少錢 蛤 可以講嗎 那我就開一個三千好了 想說三千也蠻高的啦 因為那一幅真的是很精緻這樣子 就想不到對方呢 他跟我開了五千要來收藏 所以我等於比我預計的 又多賺了兩千這樣 對 太棒了 好的來 先回到命理上面請教玉佩老師 什麼樣子微命格的人 有財也有庫 這是最難得的 真的 其實在我這個論命的過程當中 每一次最常碰到的問題 都是在問說 老師我的財庫好不好 其實在命理上面呢 財跟庫是兩件事 財指的是現金 庫指的是不動產 所以就如俊總剛剛所說的 有財又有庫 這個叫做一百分的命格 也就是說他名下他有不動產 可是他也有現金 而這個不動產 不是來自於父母親 長輩剩餘的 他是憑自己的能力買的 這是一百分的 那麼八十分的命格 叫做有庫無財 也就是說他的名下有房子 但是他的現金不會很多 只是他的現金流到不動產上面去了 那麼第三等人叫做有財無庫 像有很多人 我們看他一個月好像二三十萬的在賺 以我們的這種認知 一個月這麼多收入的人 他名下應該有房子吧 他沒有 他沒有 他的錢幣沒有入庫 所以有財無庫呢 反而排到第三 當然最糟糕的人是既無財也無庫 那麼這個什麼樣命格的人 有財有庫呢 那我要跟觀眾朋友講 你不要去跟篤林比 你跟你自己比 因為每個人的賺錢的格局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我現在一個月的收入三萬多塊 可是呢 我銀行有一點點現金 但是我買了一個小小的不動產 這個容不容易 這個不容易啊 所以跟你自己的能力來比 哪怕只有小小的一間 那個都叫做有庫的人 那我們要看的是命工 所以大家把紫薇名盤的命工拿出來 我這裡一共有三個 但是這個不是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其實你只要對到任何一個 都算是第一名 我們來看是什麼樣命工做命的人 他有財又有庫 命工如果 我說這次觀聖帝君真的很幫你的忙 然後他來 他說他要跟著你 你要幫他蓋廟 他回去之後喔 他又打一通電話來 他說當天晚上他就做夢了 夢到觀聖帝君跟他說 他要他到東部 花東那邊去蓋廟這樣子 然後緣分已經締結了 時間已經到了 對 然後他說你不用擔心 蓋廟的錢他自己都會 對啊 因為想到說這個廟的規模等等 對 對 對 那我們要看的是命工 所以大家把紫薇名盤的命工拿出來 我這裡一共有三個 但是這個不是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其實你只要對到任何一個 都算是第一名 我們來看是什麼樣 命工做命的人 他有財又有库 命工如果做到了天府這顆心 紫薇斗數來講 他叫做財庫之心 天府做命的人 但是他的理財是屬於比較保守型的 他手邊如果有薪金的話 他心情就特別的嗨 他如果手邊現金不足的時候 他就開始憂心忡忡 所以天府做命的人 他抱持的是 人生以保守投資為目的 所以最終這些錢 還是會回到不動產上面去 那麼第二個是 命工如果是有無曲的文 無曲它又叫做現金之心 現金 我們在座的人 Yuki對共有 然後呢 絕對講 OK 好 Amy是貪狼做命 好 那無曲它叫做現金之心 也就是說無曲做命的人 他比較傾向在現金的掌握 他做什麼事情 手上一定要有現金 那如果無曲做命的人 他又有回到路程的話 這個一定叫做有錢人 那麼無曲做命的人 他秉持的態度叫做 人生以賺錢為目的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呢 這個叫做太陰心 太陰又叫做 叫做什麼心 叫做資產之心 因為太陰心做命的人 他重資產 比重視現金還要重 也就是說他只要有錢 一定是放在不動產上面去 所以他的不動產 就是這種慢慢慢慢 以小變大以舊換新 慢慢慢慢滾過來的 所以他在累積財富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靠不動產 其實在紫薇斗數來講 一共有三大財心 這三大財心 就是天府無曲太陰 不管你的命功是那一顆心做命 等於是你這個人生下來 就是抱著財來的 抱著實路來的 那財心做命的人 除非自己揮霍無矣 要不然的話 這一生的財運是非常好的 可是這個是指的財心做命 我們有另外一個叫做同論 只要你這三顆心 有其中一顆在你的田載功 你的庫或是在你的財伯功 你的財都同論 其實Yuki就吻合了 因為你的田載功是空的 我們借過來對面是太陰 所以這個叫做資產之心 那麼你的財伯功 本身是天府 所以你這兩顆心 雖然不在你的命功 可是同論 在財伯功跟在田載功 都是代表是 未來是有財有庫的人 那麼這三顆心 最怕碰到什麼 地空跟地結 這個會形成的空庫就是 就好像我剛剛說的 一個月二三十萬的再賺 可是錢財都沒有入庫 那個就叫做金馬桶須有其表 所以呢對到 有對到的觀眾朋友 不管你是在命功對到的 或是財伯功 或是在天載功 我都要恭喜你 其實你本身具備了 有財有庫的能力 如果你還沒有開始 為自己的庫做準備 那麼你現在就要開始 為你的庫開始做計畫了 要不然的話 你空有這麼好的一個 財心命格 這三個組合 就給大家做參考囉 我們另外請教美蘭老師 所以有一個財運不順的人 找你去幫忙 結果你請他去拜官聖帝君 但是就是我們講說 剛剛說財神爺武財神 有武尊 然後還有不同的財神 但是我們就是 每個人因緣不一樣 你怎麼會請他去拜官聖帝君 那這一位建商就是 他突然間以前 他在包這個工程都相當的順 所以那一次呢 就是他包了三個建案 因為那時候景氣不好 預售屋都賣不出去 所以沒有錢進來 就等於三個建商都屁不見面 他就很傷腦筋 他整個一個公司 都快要完蛋了 那我看了他的一個命盤 看了他的原神功 那我就跟他說 哇你以前喔 你跟官聖帝君很有緣 那他也是在你的財位的位置 所以你的財神啊 要求官聖帝君 他就說對對對 我跟官聖帝君很有緣 我也覺得 我說可是你好像 很久沒有去拜他 那你現在喔 你的財庫有虧損 我會建議你要趕快來補財庫 那要求官聖帝君 結果呢大概過了兩個月 就要過年了喔 他突然就打了一通電話 到我辦公室 他說老師我要告訴你好消息 我想都沒有想到 都要過年了 我都想說今年的 爸爸媽媽的紅包怎麼辦 然後還有一些工人的 一些錢怎麼還 人家都要過年了 然後他就說 其中有一個建商 他喔打電話來 主動打電話給我 就說他之前啦 因為身上都沒錢 所以沒有辦法面對他 現在呢他想要在過年前 先還他一筆六百萬 其他欠他的呢 再分批來還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開心 他就電話掛完之後 他說欸老師有沒有空這樣子 他就又到我的辦公室來 那奇妙的事發生了 就是當他進到我的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看見官聖帝君 在他背後 就跟著來喔 我說欸這一次官聖帝君 真的很幫你的忙 然後他來耶 他說他要跟著你 你要幫他蓋廟 然後這一個客人就說 怎麼可能我都在蓋房子 我不會蓋廟喔 那而且我跟官聖帝君很有緣 但是蓋廟的應該不是我啊 因為我哥哥就有蓋了一間廟 在主神就是官聖帝君啊 那我是常常去那邊拜 我說不對勒 可是官聖帝君剛剛說 他要跟著你 你要幫他拜 就要跟他蓋廟這樣 他回去之後喔 他又打一通電話來 他說當天晚上他就做夢了 夢到官聖帝君跟他說 他要他到東部 花東那邊去蓋廟這樣子 然後緣分已經締結了 時間已經到了 對 然後他說你不用擔心 蓋廟的錢他自己都會 對啊 因為想到說 這個廟的規模等等 那好大的一筆基礎 對 這一個客人的哥哥 已經都蓋好了 可是他們有一個委員會 可是官聖帝君就跟他這個 跟我這個客人講就是 他們所有的委員會裡面啊 的管理不好 所以空保濕囊 就有一些官聖帝君的 這個叫做 香油錢啊 還有一些錢 有一些委員都 都失用 然後就是沒有記葬 然後裡面勾心鬥角 官聖帝君是正義之神 他不喜歡 也不 不允許這樣的環境 再繼續這樣子 所以他就退了 他就說 他要去那邊 然後結果 那時候呢 不就快過年了嗎 過年後 然後他老婆就是要 要去再回花東 去幫他父母親過生日 那他是女婿嘛 就要跟著回去 那當他們開車 開到花蓮網 往這個台東的半路 他的老婆突然驚聲尖叫 他說怎麼了 怎麼了 看到什麼 他說沒有你看山上 你看山上 他說山上什麼啊 他說我看到官聖帝君 他說真的還假的 那就把車子停在旁邊 他說我沒看到啊 可是他老婆就看到 他就說你繞著 我們先不要往回家走 我們順著這個山路往上面去 他說我剛剛就看到 在這個山頭這樣子 結果他的老婆就說 我覺得官聖帝君就是要 要我 我們在這邊蓋廟 結果他回去花東之後 再回來再請示官聖帝君 結果又給他三個醒筷 當天晚上他的老婆 也又做了這個夢 結果這個夢做完之後 所有三個建商 所有的錢六千多萬 一一一一 都回到他的那個 就是回 就還給他 錢都收回來 錢都收回來 不但收回來之後呢 也連帶著這三個建商 就開始慢慢 房子有賣出去 也就那三個建案都完成 而且很順利 然後也賺了一億多 然後後來就 真的一步一步 他們真的就 有那個能力 就搬家搬家到那邊花東去 蓋了官聖帝君的墓 對 這是一個很 就是很離奇 很玄奇的一個因緣 是 明明當中財神爺就會指引你一條財路 是不是 艾菲爾老師 從西洋的角度 哪些星座的人 2019年開春之後的運氣 是特別的旺 那麼來到2019年呢 有些星座的運氣 明顯感到有所不同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些星座的朋友的運氣 是特別旺 請大家看太陽以及上升星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樂在獅子座的朋友 要恭喜你 你在這個2019年的春天 你感覺到運氣特別旺的部分 是哪一個部分呢 是你的手氣超級旺 而且呢是樂透中獎的機會是最大的 那麼在春天呢有很多這個機會 大家如果說要到處去旅遊的話 那麼獅子座朋友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來去購買彩券 因為獅子座在2019年裡的運氣 是來自於四方啊 那麼呢你要買彩券的話 就不限定於你們家裡面的 門口或附近的那一家彩券行啊 你各地旅遊都可以買彩券行 如果說到國外去的話 也可以去參與國外的一些 這個中獎樂透的這個呱呱樂 因為你中獎的機會會非常大 那麼財神呢會送給你錢財 是藉由樂透跟手氣的方式送給你啊 再來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落在這個星座 請問你就是家中 如果有長輩過世嘛 那過世的長輩他會留一些福報給他的子孫 所以呢我當然想喔就是在辦那個 有一個象徵性 對有時候會把一些錢放在長輩的手上 然後或者是說在辦一些儀式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法師然後他會去灑那個秋葳籍 那這些秋葳籍就是給子孫可以留在身邊 那你拿這些秋葳籍去做投資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這些祖先啊 或是說啊應該說有這些長輩的加持的福報 必有對有時候可以讓你的那個整個投資 或是賺錢可以翻倍 再來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太陽上升如果是落在這個星座 2019年的春天運氣也是特別好 是水瓶座的朋友喔 我們看一下水瓶座的朋友 來是哪一方面的運氣又特別旺喔 哇真好喔 事業要翻紅了 而且是貴人相助喔 這個水瓶座的朋友呢 這個春天的運氣其實是接續著2018年這個冬天的運喔 等於說冬天的運一直到2019年的春天的運 整體來講事業運氣都非常好 那麼來到了2019年的春天 你又感覺到這個又翻了一倍喔 等於說是旺上加旺 最主要能夠非常旺的原因是因為貴人相助喔 這個貴人可能是你的同事 有可能是你的下屬 也有可能是你的上司喔 整體來講他們都非常支持你在工作的部分 所以呢你的業績有翻紅機會喔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名的朋友太陽上升 如果是天蠍座的朋友喔 也要恭喜你喔 2019年的春天運超級旺喔 是財氣十足 而且呢蒸蒸日上喔 這個天蠍座的朋友呢 2019年的春天的運喔 其實是一整年都會非常旺 但是這個明顯的感覺 這個預兆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在春天就能夠明顯的感覺到喔 因此呢太陽上升如果是天蠍座的朋友 在今年如果說你有很好的一些賺錢的想法 跟你的賺錢的靈感的話 建議你要必須付出行動 那麼財氣跟業績跟能力 這個收穫的部分 都能夠蒸蒸日上 因此我們恭喜獅子座 水瓶座已經天蠍座的朋友 2019年春天財運都會非常好 恭喜大家 除了去廟裡面拜拜喔 拜神明喔 當然我們求財也有一些小祕法 真的 Yuki這邊就說 你聽這位愛錢的媽媽 就說你有聽過一種 秋杯吉招財法 對 其實啊 我也有拿過秋杯吉 可是呢 聽到長輩都講說 你秋杯吉可以拿去投資啊 放在皮包裡面啊 因為我有秋杯吉 我都放到現在我都沒有用 可是 先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秋杯吉 秋杯吉就是家中如果有長輩過世嘛 那過世的長輩 他會留一些福報給他的子孫 所以呢 武當蝦就是在辦那個 有一個象徵性的 對 有時候會把一些錢放在長輩的手上 然後或者是說 在辦一些儀式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法師 然後他會去灑那個秋杯吉 那這些秋杯吉 就是給子孫可以留在身邊 那你拿這些秋杯吉去做投資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這些祖先啊 或者是說啊 應該說有這些長輩的加持的福報 庇佑 庇佑 對 有時候可以讓你的那個整個投資 或是賺錢可以翻倍 可是呢 因為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故事 是我學弟的故事 是我目前聽過用秋杯吉 真是賺最多的 對 這個學弟他原本是一間店的店長 然後呢他常常需要做展店的動作 他算是展店經理 可是呢他領的就是固定的薪水 他能力很好 然後呢 可是展店很累啊 你還要先去看店嘛 然後你還要去規劃評估 然後你還要帶人 你有時候還要去談判啊等等的 對 然後他就一直覺得說 他還蠻像想要有那種 可以比較自由的生活 然後優渥的生活 結果呢我這個學弟他大概差不多 畢業幾年沒多久之後呢 他的一個阿嬤就過世了 對 那我這個學弟他是大孫 大孫 那阿嬤呢很疼這個大孫嘛 所以在阿嬤過世的時候 就有留了一筆的那個秋杯吉給他 沒有很多啦 可是就是幾千塊這樣子 那我這個學弟他就聽到長輩講說 要記得喔 你如果是以後有要投資啊 買房子什麼的 要記得把這個秋杯吉放在裡面 讓他可以翻倍的來賺這個錢這樣 所以呢就變成說我這位學弟啊 他就是阿嬤過世之後 他拿了這個秋杯吉 先呢把他投入了股票市場 那時候還有再加上他出社會賺的一些錢 一起投進去然後去做投資 就賺了一百多萬 那除了這之外呢 因為我學弟他後來就是加入了一個直銷體系 他也把另外一部分的秋杯吉 跟他這股票賺的這些錢啊 把他拿下去買貨 然後呢他自己就成立了一條線 所以他的這個直銷的線就是越拉越多 然後越做越大 他也在新北市買了80坪的豪宅 那個也要價值3000多萬 所以你知道嗎我就覺得說 蛤原來秋杯吉可以有這種功效 所以就變成我現在看到那個學弟 以前都覺得說欸學弟學弟學弟 現在看到他呢不能叫學弟 他就說請叫我總裁 年紀是破千萬欸 對啊 以前學弟阿嬤阿嬤對不對 總裁好總裁 欸好特別齁 好來 阿Amy咧 你發現居家風水做一點小改變 也可以改變你的這個財運 我們公司我有個師弟叫冠志 也是藝人演戲的 然後我們有一次就是 一群人去冠志家玩嘛 然後呢他做的全部都是很對 當你進去入門的45度角 就是你的財位 這個沒錯吧 名財位 他也放在他的45度角 可是我就那天一看 我就跟他講說錯得很徹底 他有放岩燈 有放那個那個叫什麼錢目 然後還有放那個土地公 他們去請的那個神明 那小公仔有沒有 都放在那個財位上面 然後岩燈上面還會放水晶啊 蕭池那些都有喔 都很對看起來就是財庫滿滿這樣 對不對 他就做錯一件事情 唯一一件事情就是 他給我放在他的床角 欸 那個45度角是床角 他的45度角是他的床角 也就是你知道他每天睡覺的時候 都在踩著他的岩燈睡覺嗎 他腳是向著他的岩燈 每天就踩著他的錢的 然後我那天就跟貫智說 我說麻煩你 我拜託你一件事情 我就這麼一生一輩子一個要求 你可不可以把你那個45度角 沿到你的其他位置去 然後他那一陣子就說 這樣子不對嗎 我進門的45度角 就是我的彩庫啊 我說那也不是每天睡在你的錢上面吧 每天在採你的錢 你只要一躺在床上 就在採你的錢 然後他那時候工作真的都進不來 然後後來他應該是有去問人家 他把財位整個換了 他好像是換到他床頭去了 結果開始戲劇當男主角 然後廣告都進來了 對 就只是改一個腳步而已 廣告也進來了 視鏡也變多了 整個收入都開始在轉了 而且之前演戲 可能都只有3 5集而已 他一演男主角是15集在演 很多對不對 真的那個風水有差 我就說你每天把錢 踩在腳下這樣睡覺的時候 你就踏著你的財位 你怎麼會賺錢 你錢都在聞他的腳臭 對啊 所以就完全不行 就跟他講 你一定要找人家改 因為我在怎麼講 你是45度角沒錯 但是你那個45度角的位置 擺的就是有錯 沒有啦 所謂的45度角的財位 這個是一般最普遍的名財位 那還有配合每個人不同的 八字啊 什麼生肖 他有不同的財位在做 格局方位還不一樣 對 對不對老師 對 格局方位都不一樣 格局方位都不一樣 可是他就是那種小資族 做一個小房間 其實小套房也沒什麼風水 對 只有十平大小的 就沒有辦法 我說那你至少想辦法去問一下 基本的你就不要給我放腳下 結果不放腳下 就開始一直進來 才就一直有進來了 太好了 差很多 有進步就好 對啊 風水影響很大 謝謝 擺一個男主角都給他驗完 去參加商事回來之後呢 果不其然就生了一場大病 生了他一場大病之後呢 也跟著他這個維修廠 這個汽車維修廠 也開始漸漸的 欸 員工走的走 然後裡面呢 就開始有小團體勾心鬥角 謝謝老師 沒辦法 我們再請老師教我們 哪些簡單的風水小秘法 可以幫助我們趕快賺大錢 我們要風水大車 真的拼把男主角搶過來一點 沒有問題 其實呢 最近年期間 有很多觀眾朋友一定會到廟裡面去點 比如說財神燈啦 或是光明燈 其實不用那麼辛苦 其實你在自己家裡面 就可以來點這盞燈了 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覺得你在2018年運勢真的是很背 然後呢運勢受阻 那沒關係 老師今天呢就告訴你一個 驅除惡運的方法 其實我們只要靠著點燈 就能夠迎新氣 那整個家宅裡面的人 會因為這盞燈而運勢有所轉 最重要的是你的錢財呢 安安穩穩的入庫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贏在2019年的起跑點上 那老師呢 收集了三個房子的煞氣 這個房子煞氣是我們一般 統計的結果呢是最常見的 那這些煞氣呢 會影響到我們的家運 影響家運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財運 那我們來看喔排行第一名的喔 叫做開門建窗 或是開門建門 什麼叫做開門建窗 就是我們一打開我看到落地窗 或是我們一打開呢 我就看到了落地門 這個名詞在風水來講 它叫做川唐煞 川唐煞是陽仔第一大凶的 它會造成我們才來才去 而且呢漏才不斷 問題是你錢漏到哪個地方都不知道 因為呢沒打開喔 一對到窗 其實風水講的叫做長風俱去 這個門一對窗 它的氣呢氣流 它就會形成一個非常非常的不穩定 氣流一不穩定 對於家運來講 首先影響的就是財運不穩定 所以錢財莫名其妙破掉 怎麼破的你都不知道 就好像剛剛說的 沒錢就沒事 一有錢就有事情 所以如果呢 剛好觀眾朋友 你們的家是形成了川唐煞 而你又常常破財的話 那老師告訴你一個密法 你一定要做 你只要點一盞財路燈 那這個燈其實它真正的名詞 叫做金光閃爍聚寶燈 其實它是最經典最好用的一盞燈 如果你要忘你的財運 你要補你的財庫 那就請你在你的玄關的地方 放上這盞燈 你就是24小時把它點著 這個燈呢它一點亮之後呢 它可以化解你開門 進來時候的這種 穿堂煞的一個煞氣 煞氣一化掉 家裡面呢自然呢 它的氣也就跟著柔和了 家裡的氣柔和 錢財也就跟著穩定了 但是呢這個聚寶燈 它其實它是有它的意義在的 我們來看 首先呢它是鍍大口小 它就像一個聚寶棚一樣 鍍大口小 代表錢財容易進不容易出 然後呢擦散電之後呢 它非常非常的金光閃閃 其實金它本身就代表是財氣的意思 而這個金光閃閃 它一透亮的時候 整個把我們屋子的晦氣 煞氣全部都給沖破了 自然而然就能夠凝聚好的氣流 在我們的屋子裡面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聚寶燈呢 來化解我們穿堂煞的危機 好再來呢我們來看 第二個煞氣叫做房屋的格局 不方正 當房子格局不方正的時候 對我們的錢財就是 財運委你投資失敗 你投資什麼就敗什麼 家裡的房子不方正最常見的 比如說客廳斜角 或是呢家裡有缺角 不管這個缺角呢是缺在客廳也好 缺在房間也好 我們最好的一個房子叫做 大中置正方圓平整 房子只要有缺角 這個房子就是會有缺憾 那還有的房子更糟糕 它會形成的前高後低 那你說前高後低 你要把它補起來有點困難 缺角要補起來更難 你如果住在三四五六樓的話 這一缺角是整個缺下去 你不可能從一樓把它給補起來 當你碰到缺角的時候 財運留不住投資又失敗 該怎麼辦呢 來我們老師教你一個密法 我們用的叫做黃金屋水晶燈 大家來看看這個黃金屋水晶燈 這個水晶燈它就象徵的是你完整的一個家 它是方方正正的 然後這上面有白色的水晶 這個白水晶它散滿了正氣的氣場 它這個氣場一散發出來之後 家裡所有缺角陰暗的地方 全部都被這個氣場給打散掉了 那這個一放上去之後 等於說你們的家由缺角 它就變成了是一個黃金屋 那我們把這個擺上去之後 一定也是要插點 這個一插上去之後 你馬上就會覺得你的家大放益彩 當你點上之後 慢慢的你去體驗這個燈 它所帶來的一個能量 慢慢慢慢的你會覺得在投資的軌道上面 你已經走入正軌了 本來是賠錢的你少賠了 收不回來的賬的 慢慢慢慢的你的待賬也有回收了 所以這個黃金屋對於我們不只缺角 它是最好的一個風水物品 好我們來看第三個煞氣 家宅昏暗無窗 它會影響我們的財運暗淡無力賺錢 所謂的無力賺錢就是沒有賺錢的那種心在那個地方 我們宅有分陰宅跟陽宅 可是如果你家裡是昏暗的 就好像進去客廳沒有窗 或是你的臥房沒有窗 這個都叫做活人的陰宅 活人的陰宅 我們住在裡面第一個健康不好 第二個呢夫妻的感情會越來越冷 第三個呢錢財呢五行當中的耗掉 你賺錢的企圖心全部都沒有了 那在這樣的一種狀況下 家裡的經濟條件就會一日不如一日 那沒有關係我們就透過五行藥發水晶燈 360度我們來點亮這盞燈 那這個五行藥發的水晶燈呢 它本身上面有金木水火土五種顏色 當你擦散電之後呢 它五行的能量產生了香生 那自然而然因為它是360度的 所以我們整個屋子裡面 就充滿了這個五行的一個元素 一個能量在裡頭 那我建議這三盞燈呢 各位在點的時候 都是24小時點開著 不管你是家裡是哪一種狀況 只要是有對到的話 你就因你的狀況 我們來點這盞燈 那當然如果觀眾朋友家裡都很完好如初 沒有狀況可不可以點 可以 2019年呢其實這三盞燈 你看你喜歡哪一塊 你就放在你的客廳去 你的玄關或是你的臥房 其實它都OK的 那麼2019年呢我們的官位 是在正西方 其實我們這三盞燈呢 除了玄關這盞燈 這兩盞燈之外 我們都可以放在正西方 以吹發你的官入浴 這三個燈給大家做參考 老師 我另外請問 這個其實我們如果去廟裡 點光明啊 點財神燈啊 什麼之外 這個我們放在家裡 老師講的這些位置 我們也可以把自己家人的 姓名啊 生辰八字啊 什麼都寫上去 壓在燈下面 也是自己點光明的意思 沒錯 沒錯 其實大家可以用 我們要寫的話 就是用紅紫黑書 紅色的紫 然後黑色的筆 把你的名字跟你的生辰呢 寫上去之後用紅包裝好 我們就壓在這個燈座的下面 那2019年呢 我們的財官位是在正西方 我倒覺得 大家可以把你的名字呢 就壓在正西方的燈下面 在2019年 你只要事業運好 自然而然 你的財源就會跟著好 是 謝謝老師的指導 好棒 好的 來 我們另外請教廖美人老師 這個其實說 有遇過公司經營不善的老闆 這老闆其實壓力很大 大家做員工的也比較拜託 跟老闆每天有 一日一休不能太累 公司就沒有再賺錢 大家上班了沒事情 在滑手機 會啦 到最後老闆 會讓你休整年 就不用再來上班 老闆的壓力有夠大 說那個老闆來找老師 改財運是不是 那這一個太太來找我的時候 是他們 我這個客人是 他都在就是在保養修理 這個高級的進口車 就是賓士 賓士 一些進口車很高 維修廠 對 就維修廠 原先就是說生意都很好 所以這個老闆會認為 我自己能力好 我的判斷力夠 我不需要一些什麼 迷信的東西 所以他老婆如果說 喜歡算命啊 或是拜拜 他都說你好迷信喔 就會反對 那那時候呢 就是他老婆還是私底下呢 每年都要問一下流年 那那一年我就跟他說 你現在今年呢 不能去參加喪事 因為他今年有喪煞運 參加喪事會不平安 可是回去他跟他老公講 他老公說我氣忘得很了 喪事走的是我的朋友 那他怎麼可能 他會保佑我 他不可能害我吧 結果他也不聽 他真的就去參加了喪事 去參加喪事回來之後呢 果不其然就生了一場大病 生了一場大病之後呢 也跟著他這個維修廠 這個汽車維修廠 也開始漸漸的 欸 員工走的走 然後裡面呢 就開始有小團體勾心鬥角 結果呢 客人漸漸就沒來了 他就覺得邪門怎麼辦 結果他又跑來找我說 那你這個先生啊 第一要去喪煞 要解煞 再來呢 他今年真的是逢劫財運 那他的財神是土地公 如果他不信的話 你就鼓勵他 他陪著你去土地公廟去拜拜 那我就教他 我說你誠心誠意去求土地公 因為在他的這個財博公裡面 土地公是他的財神 他會幫助他 而且今年呢 他的命公裡面福德會進來幫助 現在趕快求 正是一個機會這樣 那因為呢 他老公本來就不信這一些東西 可是呢 因為真的也是經濟壓力 像篤林哥講的 經濟壓力真的很大 那員工又 家裡又有嗷嗷逮捕 每個月要花 每個月發薪水 對啊 對 他壓力超大 他還是 好吧 我就去拜拜 然後他老婆就跟他說 心誠哲理 你今天來 一定要誠心誠意 對著土地公說 以前你不懂 那你現在真的是 就是誠心來祈求這樣 請他答應給你三個聖杯 結果他真的就求到杯了 求到杯回去之後 我就教他說 我請你帶去的一個錢母 還有一個御守 你要放在你 未來一個月 財神可以看見我嗎 唉唷 我長得很好 財神爺看到喜歡我 我受到財神爺的青賴 好 我們今天就用 受到青賴 受到財神爺的青賴 這四個字裡面選一字 來吃看看 求到杯回去之後 我就教他說 我請你帶去的一個錢母 還有一個御守 你要放在你先生的一個 他老闆的一個位置 一個抽屜裡面這樣 等於就是一個柴位 那你放在那裡之後 土地公自然會來幫你 果不其然喔 開始從不認識的客人 就來修理他的這個賓士轎車 然後他就跟他聊 那先生也做了很好的服務 他就覺得 那個客人來了之後很開心 很開心之後就覺得 他們很聊的來就說 老闆我覺得你人很不錯 我看到你心很歡喜 我有一票車隊 都是玩BMW啊 兵力啊 還有Benz的 我介紹他們過來這邊來維修 後來果不其然 就幫他帶了很多客人來 生意就漸漸來漸漸恢復 還比以前更好 結果呢 他們就很忙很忙 那這一個客人很奇妙 等於是他的貴人 就常常來這邊泡茶 然後看著他們兩夫妻 忙裡忙外的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不要考慮擴大 再找一些員工 那你這一些設備可能 這一些機器 維修機器 應該要更新的 那如果你經濟方面 沒有那麼到位的話 我可以來投資 但是我不管是 就讓你們去做 那資金方面我們來談 後來真的他們就 這一個客人 然後等於是 對 等於是他的這個合夥人 後來他們現在在戲子那邊 常擴充得很大 現在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人和還是很重要 對 人和 來 尤夫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下週各生肖的整體運勢 來 好 下週是國立的 1月12號到1月18號 其中國立的1月13號 就是農曆的12月8號 我們叫辣八節 12月叫辣月嘛 8號這一天叫辣八節 要喝辣八粥 過去的朝廷民間 到了這一天喝辣八粥 一方面表示可以身體健康 增加我們身體的活力 另外一方面表示 今年豐衣足食 是好的預兆 辣八粥有人聽不懂嗎 我聽不懂 通常就是 就是八寶粥 八寶粥 對 這有一個典故 是從慈禧太后來的 對 是嗎 就是真的十節喝八寶粥 對 好 那十二生肖 我把分成四組 來做個說明 首先第一組豬兔羊的 豬兔羊下個禮拜不錯喔 積極回應成果豐碩 就是 我手朱 真的是 例如說你那個 有賺錢的機會來了 工作的機會來了 你要積極的回應 你不要消極 你要主動的 那這時候自然會有 升官花財的機會啦 所以我給了五個讚的評語 哇 好開心喔 好 那其次是 狐馬狗這一組 狐馬狗這一組 也不錯 團隊合作帶來利益 團隊包括公司內 同仁內 朋友之間一樣 你團隊在一起工作的話 帶來的利益 所以我給了四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蛇雞牛 蛇雞牛也還好 堅持不懈 尋找出路 就是遇到困難 你不要灰心 你不要覺得 完了完了 我就不想再努力了 你要堅持不懈 繼續工作 繼續努力的話 還是很好的 我給了三個讚的評語 最後 猴鼠龍比較要小心一點 猴鼠龍是 簽訂契約 注意條款 可能裡面有限檢 或者說你會吃虧也不一定 注意一下 我給了一個讚的評語 好 那在下面我是 有三個生肖特別好 來加碼 首先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的是 屬豬的朋友 謝謝 恭喜你了 謝謝 我開始這一週都喝半飽粥 好 這下去 事業最強 事業最強是屬兔的朋友 都在這一組裡面 真好 再加桃花最紅 桃花最紅 是屬狗的朋友 有機會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艾菲爾老師也跟大家預告 下週各新做的整體浴室 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下週是 1月12號到1月18號 來到新的年度了 請大家參考太陽已經上升星座 我們來看一下各星座運氣如何 首先來看一下兩顆星的朋友 運氣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處女座的朋友 在這一週呢 心情感覺上 特別地唠叨抱怨 心情有不佳的現象 他應該是一整年都是唠叨抱怨 亂收這種事 稍微注意一下了 兩顆星的朋友還有誰呢 有獅子座的朋友 這一週呢 注意一下會有一些脾氣暴怒的現象 這個部分在工作當中 請你要注意口舌 哪個星的朋友還有誰呢 金牛座的朋友 可能呢 那個年前年後會面臨轉業轉職的壓力 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三個星的朋友呢 看看運氣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水瓶座的朋友呢 這一週不錯 享受美食 冬天的美食呢 可以多多地享用很不錯 三個星的朋友還有誰呢 天蝎座的朋友 可以開始規劃 這個即將來臨的這個春節的出遊 那麼在這一週也適合出遊善心 感覺上冬天出遊 整個心情都會非常好 那麼三個星的朋友誰呢 還有恭喜巨蟹座的朋友 適合運動抒壓 感覺上就是精神氣爽 那麼四顆星的朋友有誰呢 我們來看一下 恭喜太陽跟上升摩羯座的朋友 本週呢 生活非常的充實 感覺到生活呢 精神呢都是非常的充滿的 這個積極跟自信的狀況 那麼四顆星呢 還有誰呢 有母羊座的朋友 是工作獲得獎項 工作的能力獲得好評 四顆星的朋友 恭喜天秤座的朋友 是異性緣特別好 男生女生都特別喜歡你 也可以去交一個新的桃花 那麼五顆星的朋友 我們是本週運氣最好的 恭喜 雙魚座的朋友 我們老師 是財運順利 特別好 五顆星 夜見比我前面 但是還有兩名又更好 我們看看還有誰呢 射手座的朋友 恭喜你 新歡要出現了 也是可以談戀愛 那麼本週運氣最佳 雙子座的朋友 感情也是非常棒 再來新名交版的部分 恭喜事業座的母羊座 加油 財運的部分我們恭喜 雙魚座 愛情最棒 射手座 恭喜 恭喜 好的來注意了 再提祝福大家了 尤布老師特製詞 未來一個月 財神可以看見我嗎 因為我長得很好 財神爺看到喜歡我 我受到財神爺的青賴 我受到財神爺的青賴 這四個字裡面選一個字 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 請你來選選一個字 來測看看未來一個月 財神你們特別喜歡你 有沒有看到你 Yuki將 我選到好了 好的 美人老師 我也選到 好的 愛命 我選LINE 老師們 LINE 我也加碼LINE 不好意思 LINE加1 你們都是木啾來的 眼睛看到了 對 彩神爺看到了 可是看到的時候來了 我選 瘦 瘦 瘦你擺到肉 瘦 全世界最小廟 最小廟房 好 觀眾朋友是你們選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我們先從這個道 開始來揭曉答案 是廖老師跟Yuki所選到的道 如果觀眾朋友也是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創業成功 名利創事 看一下 這邊也是力 這個創 然後這個道 字 所以這是 工作方面 財神也看到我了 當然會送錢來 讓你工作成功賺錢 96 好 其次我們看一下瘦 觀眾朋友 你如果看到這個瘦 這個瘦的話是 無心之愛 無心在愛 情人反目 來 我解釋一下 這個字加上心就是愛 去掉心就是瘦 所以這個字是沒有心的愛 這個字是沒有心的愛 以後看到這個字就別選了 好 所以暫時沒有 抱歉 沒心 沒心怎麼很痛 好 下面看一下青 樓主要換人了 現場沒有人選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青的話 答案是 情人多金 貼心請安 你的這個財神也是從 情人這邊送過來的 送錢過來 是感情方面 財神也看見我了 80分 最後全部都是選LINE 好像那邊都會有靈感 不知道眼睛都別看到了 財神也的眼睛看到了 財神也趕快來 財神也趕快來 觀眾朋友如果是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慧眼投資 來回賺錢 大賺 所以是 投資方面 財神也看到我 100分 恭喜 恭喜 大家來 觀眾朋友 請注意 今天這三個字 真的是漂亮 漂亮 好玩 大放送我們要送出 金光閃耀聚寶燈 這個 五瓶藥發水晶燈 這個 還有黃金屋水晶燈 各一組給觀眾朋友 詳情請上面好好玩的 官方臉書粉絲頁來查詢 是的 好的 來 我們現場 我們送出 我們給一位朋友 好不好 燈他自己會找需要的人 好不好 他會靈動 會樓 這是後樓嗎 我是跟他走的 這個嗎 這個嗎 靈動 靈動告家 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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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這漂亮 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投資今天 請整個收看 命運好好玩 掰掰